各位看這個第八十條 很多地方用武林傘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 而凡有錶裡鎮 可欲飲水 水入則吐則 明月水逆 又是武林傘 如果說你去用汗藥 不管是麻黃貴之葛根 用了以後 必能得汗的病沒有去掉 還是有真理不舒適的感覺 當病人跟你陳述的時候 說我嘴巴裡面渴 很想喝水 一喝水下去就吐 那這就是武林傘 常常我們臨床上是病人來跟你說 奇怪 我連東西都吃不下去了 連喝水都會吐出來 不用去問他 就已經是武林傘 那有時候武林傘 不見得是因為一定是中風 這個吃了發表的藥 並不是 那這個為什麼呢 就是中隔水隔的 所以我們在國外看病的時候 很多病人呢 他並不是那邊中醫哪有那麼多啊 開金方的藥也只有我在開 他們都不會開這個金方的藥 那病人跑來就是武林傘症啊 進來就是武林傘症 喝水太快 那個運動完 那個水就灌 造成隔在宗教 隔在宗教以後 水太多了 連喝水下去都會吐出來 所以這裡呢 記得喝水是飲水則吐 一樣是武林傘症 武林傘能夠好到這種程度 那病人說 你吃什麼都吐 喝水都吐 就是吃武林傘不吐 真的是這樣子很好玩了 武林傘病人吃下去就不吐 那個藥真好 還有一些 我的病人很好玩 所以這個金方 底線面線的東西 到現在還是適用 我有個病人呢 找我 很緊張的進來 找我 什麼東西都吞不下去 我看他氣色都很好啊 因為氣色都很好 喉嚨也沒有腫 代表說病沒有什麼癌症啊 喉癌啊 突然就發生啊 什麼平常什麼病都沒有 突然有一天 東西都吞不下去 對不對 那我們 這個並不是淫水則吐 但是東西都吞不下去 然後半下苦酒湯 也是這個傷害的方式 一寄下去 他當場還在門診裡面 我說你也不用進去了 我這個給你吃下去 他說我確定嗎 我吃什麼都吐啊 吃什麼都根本吞不下去啊 我吞得下去嗎 我說你吃看看 一吃就吞下去了 什麼都吞不下去 就能吞下那個東西 很奇怪 像這個呢 喝水都會吐的時候 只要喝水都吐 你給他武林散 他什麼都吐就是武林散不吐 很好玩啊 所以這個很厲害 其實我們歸之 歸之就是他的原因 裡面有桂枝 好 一輕微的桂枝在裡面 當時你用桂枝用的很妙 就是大氣的用桂枝 桂枝加桂湯 也是桂枝少一點點 因為桂枝有溫化的功能 但是桂枝的溫化功能 是溫在胃裡面 溫在胃裡面 所以說你如果不加桂枝 這個藍芳溫兵派很怕用桂枝的 因為它桂枝太熱 照熱麻桂 看到麻桂枝好像看到蛇蝎一樣 是不敢用 實際上用的巧妙的話 非常好用 就像我前面介紹 麻桂枝黃魂湯 黃魂湯 有時候我們用麻桂枝 或者是用一些麻桂枝枝吸引湯 就膩的時候 比生腹子 比桃枝枝用的 還好用 一劑下去就中了 這個武林傘用的很多 現在大家 對武林傘有一個概念 連喝水都吐了的話 武林傘都可以把它治好 但是記得 開武林傘的時候 一定要用傘 用粉劑 不要開 當中這個金方的傘就是傘 不要 意思說我要開那個湯劑 好不好 好 這個 81條 注意看 未遲賣食 必能插手自茂心 詩音叫勢令渴而不渴者 此時必兩耳聾了 好 這個所以 重發汗虛顧也 那 這個 病人前面才介紹過 插手自茂心 貴之甘草腸症對不對 那個醫生就叫他 你咳嗽我聽聽看 這個病人聽不到 對不對 他不咳 他不咳 他病人沒有聽他的話 就代表說你是耳聾 當然我們不必 我們很多方法可以知道他耳聾啊 對不對 你要知道這個人有沒有真的耳聾 你罵他就知道 對不對 他連罵他都聽不到 你知道表情還是很好 就代表絕對是耳聾 對不對 你如果罵他的時候 他表情就變了 代表他可以聽得到 對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這人性嘛 那你為什麼會這樣子耳朵聽不到 因為重發汗 好 人虛顧也 所以耳背的時候 我們年齡大的也會耳背啊 年齡大耳朵聽不清楚 好 那在內經裡面就講了 晶托者耳聾 好 所以當你的發汗發太多的時候 經驗傷到的時候 也會有耳聾 這個晶托者 不單單是這個晶 好 同時這個晶也會 好 也會有這種現象 好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虛 但是虛的部位不一樣 所以產生了厚餘症 過汗 發汗太過了以後 厚餘症就不一樣 好 那這邊的條片很多都是 如何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如何去做彌補 好 遇到龍怎麼辦 好 那虛顧也好 那像這種 重發汗虛顧也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彌補他呢 好 你可以下一些人生啊 雖然當中你沒有出方 但是你現在知道了 好 你從前面就學到了 你可以加一些人生啊 紅藻啊 茯苓啊 對不對 好 或者是這個 枝桿草啊 生薑啊 把金月補回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書上介紹了 內經裡面的父子湯 因為父子湯是邵陰陣 邵陰陣裡面的父子湯 我們這邊就不多講 好 簡單就告訴你是這樣子 好 第82條 好 你發汗以後 飲水過多一定傳 飲水灌之也傳 好 所以發汗以後呢 我們又要跟病人講 你流了汗以後呢 不要喝水喝太快 好 發汗以後你口渴 代表病人正常了對不對 你不要喝水喝太快 微微的喝 好 或者是有米湯 米煮的很淡的稀飯 稀是稀 你不要煮的很濃稠的稀飯 然後把胃的精液慢慢慢慢的補回去 好 所以朱瑞現在有一個概念了 當你要使用麻黃湯的時候 你知道麻黃湯是會把肺裡面的精液去掉 那你是不是多喝點 多吃一點那個杏仁啊 豆腐啊 或者是水梨啊 多吃一點對不對 可以把精液補回去 但是你不要吃太快 好 那 桂枝湯呢是把腸胃的精液發掉 那你會 腸胃的話我們會去 吐嘛 好 比如說這個 這個 米飯類的稀飯 好 麵類的東西 煮稀飯都可以 好 那飲水罐子啊 不要喝太快 你喝太快的時候 因為你那個胃裡面的剛剛發散過 才發汗過 胃裡面的精液很乾 這個時候你水喝太快下去以後 胃裡面會冷掉 冷掉以後水停在這邊 沒有辦法氣化嘛 氣化的時候那你呼吸啊 你呼吸的時候 吸氣的時候橫膏膜應該下降 結果那你水隔在這邊 你喝水喝的還多了 太快了 結果它就會反力 反力的時候就會產生喘的現象 好 好 所以你喝水太多也會 用水來灌也會喘 原因在這裡面 好 那老師怎麼怎麼處理呢 你揪也可以啊 蒸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還有就趕快不要再喝了嘛 好 是不是這樣 好 八十三 你發汗以後 水藥 水藥 不得入口為你 如果更發汗 必吐下腹子 好 像你流汗以後呢 水藥 喝東西不能下口了 吃了以後就吐 好 如果是更發汗 更嚴重 這就五零散就好了 對不對 好 五零散 好 那如果體力好一點的 你可以自己回復 好 比如說打坐啊 好 運動一下啊 好 自己慢慢慢慢的回復 所以發汗以後以後 不要再 好 除非有必要 不要再隨便再亂發汗 好 這個廚房呢 我們用的也很多 臨床上用的很多 好 臨床上 發汗以後呢 吐以後 下以後 我們就是汗吐下了 好 結果呢 病人是發汗或者你吐或下以後呢 病人呢 好 虛煩不得眠 好 如果嚴重的 反覆顛倒 心中傲農 好 知子 豆豉湯 這個知子豆豉湯 都是我們病 病以後 病癒了以後 病癒了以後 病人沒辦法睡覺 好 你幫他治病的時候 汗吐下 病已經痊癒了 病已經好了 但是 病人不好睡覺 好 所以是 知子豆豉湯是去療虛煩 虛症的時候 虛煩的時候用的 虛煩 好 那如果掃氣者 呼吸很短 那這種呢 知子乾草 來豆豉湯來煮 如果有 噁心嘔吐的話 加生薑 生薑能夠止餓 你看 那麼輕微的藥 並不是真正治療 重病的藥 所以是 病後 調理的藥 所以這個84條呢 就告訴大家 病好了 你焊掉 功效都好了 病人現在不能睡覺了 所以就要考慮到 知子豆豉湯 是虛煩不得眠的 主力的一個處方 我們下次來介紹 處方的內容 怎麼開 還有它的劑量怎麼做